欢迎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王一博赢麻了,一出现热搜就不停,除了好评还收获了好人缘 一开始我感叹,王一博,你真的赢了 你是否曾经进行过无法停止的强烈搜索 一个接一个的娱乐圈热搜,除了最牛逼的主播还有谁 王一博这次的出场,真是见识了上流社会的实力 《长空之王》的首播好像一整天都在紧追不舍 各种话题围绕着影片讲述我国和航空兵的重要使命 这次与以往不同 尚未王一博的加入,进一步增强了这架大卫面低威力 收音里结束后,我们不得不感叹,王一博,你真的赢了 如果我们看到无名中的王一博,这是他踏入影坛证明自己观点的作品 同时,这部作品也能让你看到他的表演,说话和演技 苏鲁的忏悔 那么这一次,王一博出演的《长空之王》,也一定会成为他脚踏实地的一部作品 他是英雄 新鲜的饰作品充满了家国情怀,配上歼十大飞机 护送,平安无事 《长空之王》目前正在进行预售,可提前购票 您可以带上您的家人,孩子,朋友和爱人,观看这部充满热情和教育价值的影片 拓展您的世界观,提升您的家国情怀,增加大国自信心的作品 在看本次首映里,除此之外,实力超强的《环影影业集团》汇聚了航空界的代表 以及影视界的大咖,导演,演员 十四五新宣传片是商业片,老少皆宜,教育和颜值至上,票房成绩不用担心 不用说,看看这个内容 可以选择王一博来扮演这个角色 他不仅是一位靠谱的演员,更是一位获得知名度和关注度的艺人 自然是为了拓宽视野,更好的宣传,增强大国的自信心和团结精神 这是我们国家的重要武器 这部电影充满了家庭和爱国主义,让许多人感动落泪 也让我们看到了陌生的地方,看到了人机的和谐 看到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和使命,什么是无畏牺牲的精神 这就是影视作品的价值所在 在娱乐方面,通过大屏幕,它可以提供令人惊奇的东西 影响我们年轻的思维,表达我们的情感 这部电影在5月1日欢迎我们 老少皆宜 看完首映后,很多人都惊呆了 特效,剧情,人物,让这是一部很有诚意的电影,每一天都没有浪费 一炮而红,掌声雷动 很多人都称赞王一博饰演的雷宇很有品味,感动了很多人的泪点,笑点和情绪,收获了很多人气 你为什么说你有知名度?从老人到孩子,看完电影后都在谈论王一博的雷宇,太棒了,太喜欢了 在本次观影团中,我们看到了冰与火的导演傅东宇,与剧中的其他演员一同亮相 看完电影,他提到了王一博 他说自己完成了蜕变,看到了不一样的王一博 导演黄建新也表示,他在王一博身上看到了生命和使命,演绎了角色的精髓 还是忍不住要说,这个顶流不是一般的流量,顶流,王一博这次的吻赢,真的实现了他的蜕变 会越来越红 这次让王一博用我们的大飞机飞上天 向世飞缘致敬,向祖国致敬 几代人的奋斗,没有前人无谓的奉献,我们怎能安居乐业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电影走进电影院,了解你的故事,珍惜当下的生活